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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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們的電腦面板USB插座狀況越來越差 就是這個桌機前面的USB插口 感覺好像越來越鬆了 而且常常插下去呢 都沒有反應 這個真的很煩人耶 雖然只是小東西而已 那怎麼辦 拆開來修啊 喔 又要拆啊 我的這塊電路板呢 USB的插孔是靠右側 但是網路上可以找得到的呢 都是在兩側 不然就是在中間 然後呢 我又不想使用這種擴充槽 最後我決定直接把這個USB座換掉好了 但這USB座還真的種類很多 圖片上沒有一個是我試用的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開始拆吧 先把它所有的接線呢 先脫離開來 開啟側板 然後呢 我們開始清潔 因為我是把電腦直接放在地上 所以灰塵好像也特別多的樣子 上次拆是換SSD卡嗎 好像也快一年了 它這個放在地上好像就是髒的特別快 接著我們要拆前面板蓋 這種前面板蓋啊 它是用塑膠做的 有那種凸起來的卡榫 必須要用鉗子把它夾下去以後呢 再從旁邊雕開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了 看過就會了 你看喔 左右兩側的卡榫加起來總共有六顆 不用心急 這樣慢慢撥開就可以了 有沒有 看得出來齁 接著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USB插槽的電路板了 這邊它一樣有點髒 我們給它清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把那個電路板拿下來 這個機殼沒有清到的地方啊 我們會在鏡頭外處理 所以 不用在留言提醒海賊王了 喔 2.0的插槽拿下來了 我們現在拆3.0的 我沒記錯的話 這個其實也是兩顆螺絲而已 接著是解焊USB槽 因為我沒有買那個電動的吸吸器 然後一邊吸吸 一邊解焊的話 還是要找人幫忙一下 然後我這邊的工作溫度大概也是350度左右 不敢調的太高 整個感覺其實不算太好拆耶 主要是沒有東西可以固定這個電路板 然後呢 我也不想把電路板上面的插角呢 全部拆下來 因為如果要拆那些插槽的話 可能又要再去找主機板的說明書 拆丟一海賊借法 好 2.0的插槽來了 還結婚你每次拍片 東馬還是要攝影師提醒 誒 真的耶 誒 你要 我在拍片 待會這會先打掉 公跟母 不要放錯喔 沒有公母 我也要瞎 好啦 你買的都是母的啦 真的 要不要 好吧 鏡頭外其實這種提醒常常是會發生的 如果不要想太多的話 那就是一種生活的樂趣而已 然後想著想著可能就變成半嘴 對海賊王來說 攝影師的人生觀 總是讓我覺得天生無邪啦 然後那個 那一卷不是也才多少錢而已 他們熊你 什麼一卷 你現在在用的那個 看洗喔 那個啊 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 這個喔 對不對 那不是都熊密 為什麼動起來東西都那麼貴 海賊王 讓你解釋吧 一支 一支筆那麼便宜 為什麼它寫一寫就太大了 沒有 筆開什麼玩笑 現在筆都很貴耶 對啊 對啊 為什麼人家 為什麼巴菲特 就很愛案 就幾百億幾百億 什麼呢 海賊王 海賊王 你被吐槽了 海賊王 你被吐槽了 這時候 海賊王你也只能默默的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 哈哈哈哈 好 換完之後我們用洗板水把這個電路板清潔一下 至於USB3.0的插槽呢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找到相同規格的 然後我這邊使用接點復活劑跟挫刀 稍微把它清潔一下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電路板跟插槽數回去囉 3.0的插槽呢 也是兩顆螺絲而已 不過他這個零件呢 我目前看到的話 都是雙槽的 沒有看到這種單槽的 如果下次有需要的話呢 再來改前面板吧 現在我們把前面板扣上 總共有六個扣接點 每一個都要確實扣好 接下來呢 把雙邊的側板 也把它裝回去 每個側板呢 只有兩顆螺絲而已 只要把按扣扣上之後呢 再鎖緊就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拆下來的插槽連接金屬片 感覺有點氧化了 其實每次接觸不良的原因呢 就只是這個針腳氧化了而已 好嗎 該換的換掉了 逼不得已的也清過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吧 哇一插就有反應了耶 這真是太令人感動了 他又復活了 接著再跟相機連結呢 也一樣是順暢無比 嗯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階王 一樣可以增淨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階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然後再按一下 便利用一個心裡 有空的一種 然後再按一下 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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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